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珅的钱不敢花 最后被家庆赐死后 和珅的钱全部充公 其实 清朝还有个大贪官 比和珅还贪 贪的钱财比和珅多 但他却保住了钱财保住了命 此人就是清朝末年的庆亲王一框 除可贪 庆亲王可是清朝末年有名的铁帽子王 我在以前的文章介绍过他 他是清朝无财无德的一个官员 但却是清朝能善终的贪官 也是清朝灭亡的祸首 庆亲王一框没财没德 如何能当上大官呢 主要还是人家是正宗的皇亲 是乾隆曾孙 乾隆儿子永灵后代 爵位是世袭下来的 这种韩的金钥匙出来皇亲 不需要奋斗就有关的 他之所以能成为清朝高官 还因他写得一首好字 慈禧很喜欢 有大臣对 义光不服气 认为他无能还贪 就像慈禧谈和他 慈禧说了一句话让人可笑 我也知道他无能 但也不得不用 可以看出 慈禧用皇亲是他巩固势力的一招 据说义光的能力 连个秀才都比不了 但他却在光绪年间 当上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 成为军机处领班 这样职务相当于明朝的首府宰相 权力比丞相还要大 正是位居高职 义光才有机会疯狂点财 让我们见识一下他如何贪财 卖官得财 义光在职时 掌握着官员命运 他有仁实权 1911年 清朝由传部尚书出现空缺 一光就放出话来 谁想当此职 肯拿三十万两来 富豪圣宣怀听说后 就来找一框买官 一框说 你是有钱人 必须六十万才能当 最后在圣宣怀的运作下 用三十万买来了此官 成为红顶商人 荣禄手下有名官员叫陈奎龙 荣禄一死他没了靠山 通过夫人与一框挂扇关系 去清莫许 此言在十页言文中记载 奎龙都指使 每岁必治兵探经数万 几去其的乳之半 其他断皮 食物 完好等不计 记载了陈奎龙通过一框关系 一路高升到支离总督 送的东西不计其数 一框认为陈奎龙为了当官送的东西太多了 让他以后注意点 陈奎龙拍马屁说 区区之臣 尚凡大人过滤 和以自安求大人莫管辞等所示 这种贪语行会很露骨 也看出一框大贪官样子 由传部上书陈奎曾是一个小官 为了升迁 他想到去庆新王 可他手里没闲 此时 一金店老板出钱资助他 不过老板说了 他日富贵 幸物相望可耳 人家金店老板投了纪幽谷 将来人要报拿人家 陈奎拿老板给他的珍贵鼻烟壶献给一框 并拜一框为干爹 挂上庆新王只是第一步 随后 陈奎又给一框五万金条 这下可把一框砸高兴了 随即升陈奎为侍郎 并进入新城里的游船部 金店老板也从商了 成了铁路局长 捞取了大量钱财 借机敛财 既然一框能决定一个人的官运 因此 八戒他的人就多 据史料说 他过生日 家门口送礼的轿子排成长队 甚至有的来晚了都挤不进来 据说 这次一框光收现金白银就有五十万两 其他财物折合白银也有百万两之据 段之贵送了十万两和一个妓女 就升为黑龙江巡抚 一九零三年 隐居袁相成密切关注的清朝形势 他听说一框要进军基处 立即派人送来十万两白银 从此 袁相成重新被重用 清朝灭亡后 袁相成给亦 框三百万两让他去劝溥仪退位 从资料记载看 一框坚持让溥仪退位 很多人不明白 作为皇族哪有达自家国的 后来才知道收了袁相成的钱 贪多少 一框这么贪财 他丢于贪了多少呢 首先我们看看他的钱财数量 据资料称 一框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 他贪的钱拿到外国银行存 起来 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方式 因为国外银行到清朝后 很多人不敢往外国银行存钱 但一框在英国汇丰银行的存款 超过七百多万英镑 这可是巨额存款 这只是一框在英国汇丰存的钱 据说 他贪的钱超过一亿两百银 这是什么概念呢 清朝一年的收入才有八千多两 他贪钱超过清朝国库的年收入值 一框贪这么多钱 居然没有被法办他 因为慈禧不想收拾他 慈禧死后没人能收拾了他 他的地位权力更大了 因此 一框贪污的钱得以保留 他比和身强多了 但这么多钱 一框都干啥用了 如何花 一框贪财有道 花钱也有道 清朝任职后 他在元巷城手下短暂任职 随后带着家人及妻妾跑到天津租借过快活日子了 而且一框的排场与当庆新王时一样 规格不减 服饰人远多 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但一框年老了花不动钱了 一九一七年 两腿一蹬去见乾隆了 那他贪 来的那些钱 水花的 别着急 一框还有儿子呢 他那儿子从小就不愁吃穿 既然老爹死了 他们可以尽情地花 据资料记载 一框儿子在镇在天津亲王府中 每天都睡到下午两点 此时仆人伺候他洗漱 再到佛像前拜佛 下午吃点饭 吃完饭后抽大烟 如果天气适宜 就如影视剧演的那样 提着鸟笼子溜鸟 去花园赏鱼 据说 一框家里养的鱼都是珍贵的外来鱼 还花钱雇人养 在镇喜欢听戏 是个痴迷的票友 但清末妇人看戏不仅是看戏 有的还要给演戏的赏钱 在镇看戏都是包场 只对亲亲王家演 在镇也很大放 送的都是清朝宫里的珠宝 有人说一框是辛亥革命的卧底 正是因为他的大肆贪财 才加速了清朝灭亡 溥仪对他恨之入骨 临死时给他灭的嗜好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证 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